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证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证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证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雪中汗刀行第八十一回 却说这第二盘棋 盲骑士直白先行 这一局依旧是徐凤年早早的挑起硝烟 盲骑士沉着应对 于有微希望瞧出些个端倪 这徐凤年呢,极重攻击 那盲骑士却不与大多世人相同 最终啊,地势凝形 一些个当下看似随手恶手的落子 总能与中盘甚至收官 遥相呼应,灵犀十足 若非徐凤年凭借层出不穷的花样 硬生生的掀起了一波波无理厮杀 两盘都托不到两百手以后 当下正值女子大财的徐卫雄 改十五变十九以及破除坐子制的逸林千年未有变局 以于有微看来啊 齐立略胜世子殿下一筹的盲骑士注定会一鸣惊人 况且这名骑士是否隐瞒实力还不好说 果然是市井藏龙卧虎啊 再来 连败两局的徐凤年轻声笑道 这次直白以双飞宴开局 这个定势曾经广为流传 只是近五十年来最拔尖的国手们 在巅峰对战之中啊都弃而不用 黄龙氏更说骑手双飞不无太景 失了唇味 算是给这个经典布局判了死刑 徐凤年干脆坐在地上 结果换了舒服些的姿势呢 这棋盘上兵败如山倒到更快了 轻松三连败 盲骑士身前已经堆了三十枚铜板 徐凤年抬头 透过永子像强颜上看了看天色 已经是晚餐的点上 可难得遇上齐立这般高明的野骑士 就招呼将舒修喊到身边 让他呀去酒肆弄些吃食来 很快 舒修便端了个大石盒 放有啊四双碗筷 杨清风试过无毒之后 舒修才敢放在徐凤年身前 徐凤年笑问道 这一时半会儿啊 我是不打算走了 要不你也吃点 那目盲骑士呢 不拘小节 他笑着点点头 于有微虽是养尊处优的娇气女子 与徐凤年一同坐着吃饭 也不觉得失态 大忌宁额眉 则站着 几口就将一顿饭食 风卷残云般下洞 野骑士慢慢进食之时啊 甚至主动与徐凤年 说了三排败局的得失 说到徐凤年的妙手 抢手 毫不掩饰他的赞叹 说起徐凤年的几招 随手无理手 则直接了当 说出不足 徐凤年频频点头 受益非减 徐凤年笑问骑士 是否师从 其谈名家呀 那目盲骑士摇头说 家事平平 年幼师明以前 才开始接触围棋 师明以后啊 无所依托 只得与其作伴 在永子巷赌旗啊 已经有小十年了 挣到的钱呢 也只够温饱 一有空闲呢 就去购买明世奇谱 存播下钉点银子 说话间这盲骑士啊 拍了一下脑子 从行囊中抽出几本 儒家典籍 交给屁股 只能跟地板挨着的徐凤年 轻笑着 让他垫着 这徐凤年接过书 抽出两本啊 交给双脚早已发麻的 于又微 不妥吧 辱没了圣人学说 这盲骑士微笑着摇头 李廉耻 不可放在树上 徐凤年不再矫情 于眼前迎了 他三十文铜板的野骑士 一起吃饱喝足 再起十九道上的宵宴 徐凤年屡战屡败 不知疲倦 盲骑士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骆子清脆 是神态自若 勇子向时局 杀得天昏地暗 从正午到暮色 再到月色 尘埃落定 徐凤年一股作气 连输了十把 付出一百文 勇子向的野骑士啊 早都已经撤去 徐凤年盘膝 坐在一本儒家经典上 看着棋盘上的败局 重重的叹息 你这手里 可以跟上阴学宫的徐卫雄 一脚高下了 这野骑士摇头 寻常人下棋 大概算是只一一面 我勉强能有两面 当今其谈名家 可顾三面 魏雄先生 却是与黄三甲 双双独一四面 我哪敢去匹服汉大树啊 不过此生 若能与魏雄先生 手谈一局 碎死无汉啊 徐凤年帮着他 把棋子收入盒中 这才起身闻笑道 我可没你这种啊 招闻到稀可死的境界 输给你不冤枉 这趟啊 愿赌服输 那上阴学宫 有名动四方的当湖时局 咱们呢 也算是永子时局 就此别过 木芒也歧视笑道 这几本书 就赠予公子吧 徐凤年一点激透 其中两本书籍啊 在于又微的屁股下边 垫了很久 想必也歧视啊 早已经听声闻味 知道啊 是自己带出来的家卷 出于避嫌 再讨要回去 那就不太合适了 这徐凤年呢 再掏出十文钱 交给起身后 身材轻瘦的骑士 大趣的说 最后这十文钱呢 就当从你这边 再买两斤礼仪廉持好了 骑士犹豫一下 还是收下温雅的笑道 公子不缺这些 徐凤年大笑而去 盲骑士呢 收拾好行囊 孤身站在寂静无人的巷弄之中 面朝巷口 深深弯腰 一一到底 走出永子相 策马而返 徐凤年嘖嘖道 小小永子相 就有这么厉害的人物啊 这俞有威啊 皱着眉问 他是刺客 徐凤年哑然失笑 下巴底在怀中 俞有威的脑袋上 一脸无奈 你想多了 我只是感慨 那目盲骑士的棋力惊人而已 他自称棋盘上 只可一两面 过签了 我敢说二杰 与他下十局 都要输个两三把 想必是他从未 与顶尖国手手谈过 因此啊 不知道自己的厉害 俞有威点点头 此人意骑 擅长以气为曲 以躯为身 视野开阔 可不仅只限于此 第九局中 被你无理手惹脑了 才展露出 他即便是正面决斗 力量更是奇大的一面 他若真是普通家世 是名后自学成才 那毫无疑问 这人是祈祷的天生巨才 徐凤年轻轻说 他的双目啊 是被刺下的 于又微愕然 徐凤年感慨的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这些背后心酸 就不是本世子感兴趣的了 于又微揉了揉 五妹娘的脑袋问 没有想过 请他到身边 做幕僚吗 徐凤年摇头 下棋下得好 不意味着做官就能做得顺 我已经赌输了一百万 就不再去赌了 于又微笑而不语 这位世子殿下 其力可谓相当不弱 想必连书时局 已经是颜面尽失 不好意思 再与那盲骑士过多接触 徐凤年没来由的说了一句 就看那靖安王赵衡的赌运 如何了 徐凤年突然苦着脸说 完蛋 今天老子赌运这般差 此消彼长 赵衡那只老乌龟 是有八九是要赚翻了 于又微一问道 怎么了 这徐凤年呢 呢喱喊着骂娘了几句 没有做声 却说呢 永子向住 年轻的盲骑士 吃力的背起行囊 不过是骑墩 两和骑子 外加几本骑谱而已 便有些劳力不堪 骑士默默自嘲 百无一用 试书生 走了几步 扬起一个温序的笑脸 永子时局 足足赚了一百文钱 这两年自己在永子向中 除了故意示弱 就没真正输过一局 相反本地的爱奇人呢 已经不愿意跟自己赌棋了 除非是一些来永子向游玩的外乡客人才会上工 所以日转百文是难得的好光影啊 再则那名公子极为有趣 身世自然也是极好 他眼瞎心不佳呀 那般家世优越的公子哥 却下得一手好棋 这些年自己已经很难去费心费神下棋了 年幼学棋时啊 迎棋开心 书棋更欢喜 如今一直迎棋不书棋 下棋的爱好便越发的清淡 生怕哪天就真的只是为了糊口而去下棋 真有那一日啊 便是棋到止步的一天 念及自己惨淡的身世 盲棋是面容冷淡 似乎忘去了如何悲痛 这世道瞎了 就不去看就好了 若能多遇上几位下棋时局的好心公子 兴许才会后悔当初自刺双目 可家道中落 落魄如丧家犬 为了狗活 下棋十年 他才遇上几个呀 行到巷口拐角 盲骑士被拦下 传来了一道微声的嗓音 我家主子要见你 盲骑士平静的说 不见 不远处停了一辆马车 车中雍容男子手上拿着盲骑士的身世记载 纸上笔墨还未干涸 分明是才提笔写旧的东西 勇子向时局 向内赌棋的旁观的陆续不下数百人 即便是身在局中的年轻骑士都没多想 只是认为好运才碰上了心善的公子哥 却不知首局结束时 便有消息传到湘凡城中最权贵的地方 下至第三局时 就有棋谱送达到那座门口摆着雄狮的府邸 第五局时 府中主人已经让下人去彻查目盲骑士的身份 第八局结束 车厢内的男子还在犹豫如何处置 直到第九局 见识到那个年轻瞎子的真实奇力 这才笑着亲自出府 一直耐心等到现在 当手上拿到最后几页 目盲骑士十年赌气生涯的零碎零散的记录 他才觉得耐心可以更大一些 所以当贴身侍卫在马车外轻声说那人不见了 他并不恼怒那小子有眼不识泰山 再者 那小子本就是个瞎子呀 男子烧掉了于己而言无非是几百字的一段 蝼蚁绅士的截指 然后亲自下马 走到那风骨极硬的木盲骑士身前 缓缓地说 陆徐青州海昌郡人士 祖父陆游是钱呆硕辱 父兄皆是不差 一门三劫 主修京士 不成想修转西楚国史时 替读书人说了几句公道话 被小人构陷 差点满门抄斩 你自刺双目 自觉仕途虔诚才得以保全性命 这十年来 日间在永子巷赌棋 夜间便去巷国巷 为狗兰女子扶琴 挣的都是脏银子 可知你的仇家 已经成了海昌郡的郡守大人 木盲骑士平静地说 这银子不脏 中年男子笑问道 且不论银子脏与不脏 我问你想不想一盏才华 而不是在两条巷子中 钻迎求生 年轻骑士笑道 虽说此时已是晚上 可陆许还是不愿意去做梦啊 男子哈哈大笑 听说你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被附有千金书万金财 要卖却只卖于帝王家 木盲骑士皱眉道 这等读了几天书 便不知天高地厚的胡走狂语 当不得真 男子沉声道 我却要当真一回 木盲骑士苦笑说 事到如今还不肯放过陆家吗 那手上挂了一串念珠的男子平淡道 我姓赵明衡 帝王家 如何才算帝王家 一个静安王 够吗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王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静安王府 满头雾水的世子赵荀找到书房中抄写经文的父王 他惊声问道 听说父王带了一名扛秦的木盲骑士回府 有何深意 静安王笑道 此子是海昌郡陆家的最后一人 若只观其 府上无人能胜过他 交由你养着便是 反正花不了几个钱哪 如果是只能在棋盘上经纬谈兵的货作 就当养了条不会咬人的狗 若是的确有些才华 就收入王府幕僚 雕琢一番 日后你当着他的面收拾一下海昌郡守于太良 他再出谋划策便真正成心了 是为知己者死 徐二 这点古人说烂的道理你要牢记在心 赵徐笑道 知晓了 小心的退出书房 赵恒继续一意赶软毫抄写佛镜 抄写完毕的冷笑道 陆续 本王留着你无非是想过几日与你说一段故事 本王这般大手笔若没个无关大局的知音 太无趣了 却说那徐凤年回到客栈呢 无所事事就去江泥房中 看到一老一小两个人呢 在桌子上鬼话符 割了两口白纸小碗 一碗盛水 一碗盛酒 两人手指啊 各自沾了酒水 就在那桌上是龙飞凤舞 此时 约门着是这小泥人啊 嫌弃老剑神写字越界了 侵占了他的地盘 因此啊 鼓着腮帮子怒目相向 老剑神只好收敛 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兴致 低头一吸 将桌上的酒水啊 吸入嘴中 江泥看到徐凤年走入房中 袖口迅速胡乱一抹 将桌上的水渍都一股脑抹去 徐凤年调侃道 哎呦 跟老前辈练字呢 你还不如偷偷跟着练剑 神父总不能白戒出去啊 老前辈随手教你几手绝技 那不就能把我甩出去十几条大戒远呢 哎要是不小心学成了那两袖青蛇 哎呦 那可就厉害了啊 那江湖上肯定要封你做女剑仙 多威风啊 什么汪先知啊 邓太阿呀 见面都得跟你磕头近伙 哎到时候你千万记得啊 跟高手们说上一句 我江剑仙当年给徐凤年那草包当过丫鬟 嗯 想着就牛气 江泥 怒气冲冲的说 练字要你管 谁给你做丫鬟 谁要练剑 给你长脸面 徐凤年一屁股坐下 怕吃不住练剑的苦涛 这江泥刚要抓水碗去砸 结果呀 就被早有预料的世子殿下 拿秀东刀按住小手和瓷碗 哎 别动手啊 今天可没工夫跟你闹腾 我是来找老前辈取经的 你要爱听呢 就坐一边凉快着 不爱听啊 麻烦呢 你走上两步 将你咬着牙 这是我的房间 徐凤年不搭理这只被踩着尾巴的小野猫 从这海量秘籍中啊 拿出来十几招招式解明恶药的说语那老建神厅 起先李纯刚似乎很不耐烦 掏了掏耳朵轻轻弹掉 徐凤年说到后来啊 老头虽说还是翘着二郎腿 但已经不去掏儿时恶些人了 端起只剩半碗酒的此碗 一边听一边喝 没点头没摇头 古井不拨 徐凤年说完 尽老建神一副昏昏欲睡的神情 不甘心的再详细拆解了一遍 将招式根源所在的书籍名称都提了一遍 再将自认为应当如何联名融会也说了一遍 结果老建神只是眯着眼睛喝酒 这徐凤年有点气馁 伸手去拿起江泥炼自用的小碗 将白水一饮而尽 看得小泥人十分懊恼 早知道放下半斤砒霜好了 这说到口干舌燥的徐凤年呢 喝了半碗水 他就直愣愣的望向半天没动静的老建神 反正什么都没听懂的 江泥他幸灾乐祸的说 三脚猫啊三脚猫 不配不配 这个不配自然是来自当初相反城外 白衣观音的那句不配双修 这些时日啊 江泥总拿这个去嘲讽世子殿下 很是解气 这老建神呢 始终在神游万里 总算是收回了视线 他瞥了一眼徐凤年 终于开口说 初听你唠叨 老夫觉得过躁 你这种投机取巧的行径是无道末流 刚想骂你几句 未来又想起一个故人的一桩往事 王贤之年岁与老夫和齐玄珍 其实差不多 但论成名 却晚了很多年 他当年也是与你一般石人崖会 走他身之石公寓的下城路数 老夫和当时一些高手每一次出手对敌 总能看到这丝远远观战的身影 与老夫当时久久止步于天象神仙两境之间不同啊 这老小子却越战越勇 现在回想起来 世人都说王贤之悟性无双 因为观战一次便可对天下无学过目不忘 所以才有后来徒手折断天下剑的爵士修为 并不准确 王贤之如同一名丹顶大家练骑士 抓起身边一些丹石 却不止于丹石本身 都被他丢入丹炉 融会一炉 老夫的两袖青蛇 到了他手中便成了一袖青龙 所以世间高手与王贤之对敌 都将其视作一块 魔力自身修肥的最佳魔剑石啊 这是好事 奈何魔力以后本事有所提升 却总是追不上王贤之这鸟人的脚步 才有了无数高手 不约儿童有 既生之何生我的娘们老子 徐小子 你要做王贤之第二 徐凤年哑然无语 这老剑神痴笑着笔的说 既然真心想要习武 连把王贤之赶下天下第二宝座的 那点志气都没有 你小子还练个屁的道啊 徐凤年无奈的说 王贤之自称第二 谁不当他是武道第一人呢 老剑神摇头淡笑道 第一 老夫可不怎么认为 王贤之说自己第二 一半是傲气 还有一半啊 就是这家伙的自知之明了 世上总会窜出一两个不以常理而论的怪胎 至于这些怪胎 是出自佛门还是道教 或者是江海山林就只有天小的 以及武帝城上挑战天下的王贤之自己晓得了 当时齐玄真死后 老夫本以为王贤之总算要扬眉土气 我诚想至今还是天下第二 想必齐玄真死后又出现了连王贤之都忌惮的陆地神仙 否则以王贤之的脾气不至于这般做作 老夫觉得这一件武平正平垃圾的狠 富平倒是做得不俗气 榜上四人都有希望在王贤之老死之前给江湖一个惊喜 尤其是刚刚在武当山上打了一架 差点把真无大帝的铜像都给拆掉的武当新任长教 与那龙虎山齐仙侠 后者有老夫当年的风范 你嘴里的奇牛的呀 则像平时一声不吭 但一放屁全天下都得捏着鼻子去玩的齐玄真 至于你小子嘛 倒是挺像王贤之 可惜王贤之不管如何大计完成 在你这个年纪呀 也能随便一抬手 就杀死几十号徐凤年了 江泥在一旁呵呵笑道 真厉害 跟王贤之相像呢 岂不是到了王贤之这个岁数 就可以排到天下第200号高手了 徐凤年被小泥人这个说法逗得捧腹大笑 他转头说 见你吉言 本世子一定长命百岁 怎么着都得活到王贤之那个岁数 江泥懊恼不语 徐凤年哈哈大笑 以后啊 本世子闯荡江湖 碰上不顺眼的高手 第一句话就问他是不是比天下第200号高手高的高手 老剑神挥手道 去去去 老夫还要背江丫头练字呢 雪中汗刀刑 第82回 话说徐凤年呢 被赶出了房间 关门的时候啊 不忘朝江泥伸出两手 一手竖一根手指 寓意活到一百岁 一手呢 伸两根手指 意思啊 是天下第二百号的高手 看得江泥是火冒三丈 关门之后啊 赌气说 不练字了 这遭了无枉之灾的老剑神 恶然道 为啥不练字啊 江泥气鼓鼓的说 没心情 老头一脸的鬼祟 轻声怂恿说 江丫头啊 试试想 啊 这张桌面呢 就是徐小子那张脸 这江泥犹豫了一下 眼睛一亮 小跑去火急火燎的 再倒了一碗水 接下来练字 那简直就是字字铁化银钩石 入目三分 老剑神此时有些明白 为何徐小子那么喜欢 逗弄这眼前的小丫头了 这李春刚啊 彭碗喝了一大口酒 更坚定了心中要去与徐小子做一笔交易的买卖 他再看江泥练字 轻声呢喃 善意提醒的说 见于自同 最终一气呵成 小妮儿啊 来来来 老夫写字 你来念 江泥答应了一声 看着老头的手指 默念道 招游东海 目西山 袖中青蛇 胆气粗 一遇不平 便放碑 拔剑当空 气云错 连鹤三回 急急去 只见空里 人头落 世人到我 在登街 早过微微 十八楼 这老剑神呢 潇洒的写字之时 瞥见江泥不仅在读 而且这丫头情不自知的 用手指跟着 在这桌上书写 与他桌上所写的诗句 不仅形似 更加神似 我不去练剑 剑意自然足 双袖虽无剑 青蛇 胆气粗 老剑神 以断臂姿态入室之后 第一次喝酒 不多 却是醉了 房间内剑意森然 分不清 是出自谁人之手 却说呢 于又威 他慵懒的趴在桌上 白猫啊 蹲在他的眼前 蜷缩起来 像是一团血 于又威伸出一根手指 我妹娘呢 伸出两个爪子抱住 憨态客君 早已不是梁州头号花魁的女子 笑道 还是我的妹娘好 想见你时 你在身边 不想见你就不见 也不怕 被你记仇 他更不是那个 曾被换作于玄机的少女了 脸颜贴在微凉桌面上 伸手去摸着宠物那毛茸茸的脑袋 他自言自语的说 你想不想 离了我独自生活 既然五妹娘注定无法开口说话 他便自问自答的说 即便一开始会想 可习惯了就不去想了吧 明知这样不好也不对 但偏偏走不掉 也逃不掉 是不是 你呀 就是个花瓶 还是不算好看的那种 能活着 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你比不过院里的丫鬟们 比不过那些独自行走江湖的女侠 也比不过一个敢拿匕首去恨的孩子 谁都比不过 你连爹娘都忘了 连名字都忘了 你能比得过谁 这样的你啊 值得谁 能和你多说几句话 你总会老去的呀 屋外头 世子殿下 靠着房门 默不作声 道不可道 馋没得餐 人生寂寞 打如雪崩 师父 你又伤悲春秋了 奔南北 等哪天 你有了媳妇 也会如此啊 肯定是师娘 又下山去买胭脂了 师父 你这几天 总去磨菜刀做什么呀 磨锋利了 好看人哪 这奔南北一头谁 啥 师父 你别想不开啊 我们已经是出家人了 若再想不开 那些上山烧香的 佛门信徒该咋办 虽说师娘和东西 总爱乱花钱 干东西和你师娘 没关系 哦 那就好 那是又瞧哪位 方丈不顺眼了吗 我觉得 慧光方丈 就挺欠奏的 可懂刀子 总不太好 哎 师父 咱们 还是按照老规矩 套麻袋 打门棍吧 比较不成和气 这白衣僧人 沉默了 啊 不是慧光方丈啊 是给姓徐的那小子摸的 为啥呀 徐凤年 人挺好的 这小兔崽子 这小兔崽子敢跟我抢闺女 不看她 看谁呀 师父 徒儿念经去了 你怕啥呀 就你这点本事 东西让你抢了这么多年 也没见你抢走 再说了 看了你 谁来洗衣做饭呢 南北 东西天天在你耳边上 说那小子如何如何 你没点意见 没有 熟了你这么个笨蛋徒弟 真是叫佛祖打瞌睡啊 你就不怕 东西跟别人跑了 到时候 别找师父哭 嘿嘿 肯定是师父 哭得厉害些 师父 你说 哪天万一 真成佛了 烧出舍利了 东西 会不会伤心呢 南北啊 你先去做饭 咱们吃饱了 再来想这个问题 好不好啊 哦 师父 为何你和师娘吵架 每次都是你先认错呀 有些是对了 另外一些事情都错了都没关系 明白了吗 不太明白 比如啊 你喜欢东西 这件事情啊 是对的 所以呢 师父 师父 别说了 我都懂了 嗯 这会儿 你悟性 怎么比师父 还厉害了 嘿嘿 这就是 土儿 修的馋 呗 南北啊 下山以后 就没见到 比东西 更好看的姑娘 记住了 出家人 不带狂语 没有 不错 师父 你练起 酒喉咙 干啥呀 如果你 回答说 有 就知道 为啥了 师父 除了东西 和师娘 你还怕过 谁呀 咱们 死里 活了一百五十 多年的主持 师父 就怕 怕他呀 不给铜钱 那 那寺外呢 寺外 没了吧 师父 出家人 不打狂语 你容师父 好好想想 嗯 还真有一个 当年呐 跟你师娘 抢过你师父 吵架 吵得半斤八两 幸好师父 拳头比他硬一些 想必全天下 那老流氓 也就咱们 寺里 不敢来 老流氓 等等 啥叫 跟师娘 抢过师父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 随风而逝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乡凡城都知道青州最狐媚的女子就住在相国巷里 她分明是沦落红尘的妓女 却没有谁敢将她视作勾拦女子 她叫李白诗 本名李小儒 先是是冬月三流官宦家族 谈不上国破家王 只是父辈啊 不善经营 谢氏后留下个烂摊子给年幼的孩子 李白诗随儒母去广陵西陵湖畔 变卖祖产为生 住在松林小楼中 娱乐山水 长成了美艳动人的少女 体态玲珑非凡 每次出行 总有啊 众多偏偏少年跟随 后来为了躲避广陵王 挥下一位猛将的强行卢抢 辗转流落到了千里之外的青州相反 先是成了一位道姑 再进了相国相 凭着鲸鱼音律歌舞 擅长察言观色 很快便一跃而成 艳压三周的名记 尤其擅长家乡的西冷腔 被誉作 生甲天下之生 色甲天下之色 这次胭脂萍啊 她是唯一一位 以妓女身份上榜的女子 对生色双甲的说法 更是给予了肯定 简直就是让全部登过青楼的 相凡男子感到大快人心呢 胭脂萍终究要比士林间凭什么四大石大花魁啊来的更有说服力 不过听说过近七礼白式的心情呢不太好 因为相凡城里的道士仿佛一夜之间都出了城 好似是在摆下周天大教前呢 道教祖庭龙虎山与佛门立了个赌约 如今看来啊 大概是龙虎山输了 龙虎山有四大神仙一般的大天师作证会书啊 一时间房间是流言四起 众说纷纭 说是那一晚瞧见了身穿雪白僧袍的女菩萨 领着万鬼出城而去 也有说是龙虎山没有书 只是啊 十数年超度群魔 道士们都要去龙虎山领取功德 不知怎么的说起白衣僧侣 就谈到了风马牛不相及的白衣国师 当年那个让京城数十万人一起跪拜的活菩萨 加上北梁王世子入城的小道消息 这些时日啊 相反百姓是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谈资了 九四查方的生意异常的红火 相反全城都知道白玉狮子李双甲 顺带着也知道他有一名御用琴师 是个年轻瞎子 弹琴时啊 从不露面 清晨时分 昨日已经搬入靖安王府住下的盲骑士 来到了相国相中段的白玉狮子楼 不同于以往 在夜幕中悲琴而往 这次呢 双手空空 这栋青楼后院管后门的小仆役 睡眼轻松的蹲在这门口的台阶上 见到楼里神仙李花魁的琴师来了 立即跳起身 堆起笑脸 笑脸里边啊 更多了几分平时奉迎待客少有的真诚 陆公子在白玉狮子楼弹琴 上上下下几百号人都知道他脾气极好 风骨极高 雅气疾风 与任何人呢 都能温文尔雅的说声话 一些打赏得到的真金白银呢 总是没出楼 便被陆公子送出去 自己呢 只留一些铜板 因此 当初狗眼看人低 吐过瞎子唾沫的这个管门的小杂役啊 总是自诩 与陆公子不打不相识 倍加殷勤 领着今日威胁琴的盲琴师进门了 这小杂役啊 他欢喜的说 陆公子 上次求您教我写的名字 都记下了 陆许微微一笑 面容清秀的年轻仆役 好心的说 红语馆那边的神仙姐姐们 可都喜欢玩起 陆公子 你到了那边 那耐心的等上一段时间呢 目盲却认路的陆许 点头说道 知晓了 我独自去就行 不麻烦送小哥了 仆役笑着 领诺了一声 原路折回 盲琴师走到了红语馆前 遇上许多晨起做活的女币丫鬟 阴阴厌厌们 都要欢天喜地的喊几声陆公子 才算罢休 胆子啊 被楼内的红牌小姐们养肥些的 还要啊 与陆许呢 调笑几句 故意向这位公子讨教些 什么一只梨花鸭海棠 或者是华越山前见掌痕 到底是何解 盲琴师呢 值得讨饶 惹来了娇声笑语不断 这位言谈儒雅 性子温和的陆公子 起先呢 在达官显贵 富豪子弟比大白才还常见的 白玉柿子楼当中 十分的不起眼 若非李双甲李大家 轻眼气重 谁会真正瞧声一耳啊 入楼后的第二年的一天 他在弹琴 被他撞见了一名在城内排得上名号的权贵富豪 给楚尔灵官强行破瓜 白玉狮子楼虽说比一般青楼祭馆要多一些规矩 但民不与官斗 一个小姑娘而已 犯不着啊 与相反地头蛇翻脸 那个祖上几代都是青州军大佬的家伙 在郎中强要了那名年轻的姑娘也叫爸 事后呢 还要抽刀劈死 盲琴师顾不上安危 扛着家传古琴便冲了上去 没打着那恶人 反倒是被侍卫踩在脚下 一场闹剧 直到李白狮亲自出面说情才压下去 从刀下救了盲琴师的性命 白玉狮子楼的许多人至今 依然记得一身嗜血的陆许坐在郎中 怀中抱着毕命可怜的少女 脱下身上寒酸衣衫 轻轻附在那具衣衫不整的尸体上 今日红鱼馆不知 如何得知那陆许要来的消息 李双甲的贴身婢女啊 祈福早早的就站在了院门口迎接 见诸盲琴师 他柔声笑道 陆庚子小姐已经耗着了 陆许摇头 今日来只是想与红鱼馆亲口说一声 以后我不来弹琴了 李小姐当年借我的古琴画笼 我想将来每月挣得上银两 陆许还上一些 祈福姑娘 我就不入馆讨扰李小姐了 在白玉狮子楼地位比一般红牌还要高的美艳悲女 惋惜的轻叹一声 略微欠身 朝盲琴师纳了个万福 这才转身走入院中 二楼窗口站着一位国色天香的女子 祈福已经算是相反难得的美人 只是与楼上的她一比就失了所有的颜色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天下铭记花魁道姑 李双甲身后黄霓木以身坐着一位 正低头给一家二胡调弦的老头 李双甲等到陆许身影消失 转身低眉顺眼的问 老祖宗 今日真不要师奴去城外卢尾荡 会一会那北梁湾世子了 两鬓斑白的调弦老头 只是闭目调弦听音 按理说 这李白师在胭脂瓶之前 就是青楼十大铭记之一 十几年人脉经营 与门阀士林都有了深厚的交情 他差一点就要嫁给新林党领袖柳宗辉 这些年遇上众多怀才不遇的贫寒世子呢 都慷慨解囊 其中数位都已经是朝廷清贵 众人拾柴才有了李白师双甲江南的名声 如今上了胭脂瓶 更是成了当之无愧的青楼魁首 从未听说李双甲与谁相温欲软过 甚至说至今仍是个厨 怎么会让一个老头留宿房那样 莫不是李白师昊这一口 那也太重口味了 传出去还不得震惊天下吗 被李双甲恭敬换作老祖宗的调弦老头 睁开眼仍是不说话 已经知道老祖宗不喜自己多说这个话题 这李白师换了个问题 老祖宗何须那般重视那个跨木剑的穷小子呀 老头抬头斜撇了一眼 婷婷玉立于窗前的游物 只是啊 他双眼却不带任何感情 语气更是冷淡 老夫下棋 棋手之收官 你这种中看不中差的花瓶 飞什么花 被羞辱至极的胭脂女子李双甲 竟然没有任何怨气 越发的攻顺了 下意识的弯下了千细的蛮腰 如此一来 胸脯便鼓起的厉害 几乎啊 撑破了衣裳 他身体娇小玲珑 胸口风光 则是气势汹汹 传言更有一双白脸羽族 习得道教防忠术与密宗的欢喜佛 在床上可以做出众多的玄妙姿势 故有白与狮子滚绣球的依腻说法 条仙老头著言有数 两鬓双白如雪 分明是花甲甚至古稀的年迈岁数 但面容却只如中年男子 屈指弹了一根琴弦 他缓缓的说 陆许的棋是老夫教的 这趟来红鱼馆 老夫便是要看这小子 会不会一招得志便猖狂 索性没白教他下棋啊 懂得留白三分 仍是留下了你送给他的骨琴 本来以为老夫最初见到他时的 这也性子是不乐意受人恩惠 还能不去还的 接下来能否掀起风雨 就看他自己的造化 一颗棋子最妙处 便是连高明棋手 棋先都不成想可以成为胜负的关键手 李双甲低头道 老祖宗手谈的本领自然是当事第一 全天下都是老祖宗的棋盘呢 条弦的老头啊 置若罔文 北梁那小子今日离城 相反也就没你的事了 你去京城 李白师毫不犹豫的点头 师奴只听老祖宗的 老者悄无声息的离开洪雨馆 他要去一处相反城东北角的私宅 里头有他一个亲手调教出来的木偶女子 与裴王妃裴南伟有六分行刺 七分神刺 如今已是被靖安王世子赵荀金屋藏娇 每次出行宠幸都鬼鬼祟祟 生怕被父王知情 赵荀以为行程安排的天衣无缝 却不知道每次宠爱调教那名被他深情换作男尾的女子 墙孔后头都站着一个看待两人翻滚棉被 只当作行尸走肉的老人 赵荀性格谨慎 早就去让人顺藤摩瓜 查到了这个小娘的绅士背景 一切并无古怪 故而那一幢私宅 便是他在世间最大的享乐福地 小美人太像王府上那位每次见面都得喊娘的女子 一听一笑 甚至皱眉的神态都差不离 每次在王府内被父王训斥或者在花园偶遇王妃后 他都要来私宅狠狠的发泄一番尽情的蹂躏 直到精疲力尽 春秋国站落幕以后 便是一盘崭新的棋局 老人已悄然落子十二 其中大多数还在落子生根 但有一些却需要马上发力了 去了趟私宅 老人便马上出城 前往湘繁城外赏景最好的芦苇荡 在那里 他要为徐凤年设下一场 心风血雨 雪中汗刀行第八十三回 王妃今日出城赏景 静安王世子殿下赵荀 亲自送到湘繁城门 上了钓鱼台目送王妃远去 这才只带了一名护送 曲折的绕到了金玉满堂藏家人的私宅 这栋私宅里除了那只金丝雀 只有一名丫鬟和两名老嬷嬷 再无闲人 赵荀推门而入 顿时觉得心旷神怡 这里虽远不如静安王府 恢弘气派 只是两进的院路 但在赵荀眼中却是好不容易寻觅到的人间仙境 那座规矩森严的王府 那个供奉地藏王菩萨的佛堂 一花一草一砖一瓦都套着骨 他越是年长就越是无法忍受的阴气 让人窒息 那个至亲的男人更是心机阴沉 到连做儿子的赵荀都不敢揣度 赵荀怨恨那个男人当年为何没有痛下杀手 坐上龙椅穿上龙袍 更畏惧那个男人吃斋念佛转诸时的沉默背影 最让赵荀揪心的 却是那个男人为何娶了他回来 娶回来又不知疼妻 夫妻相处竟是相敬如宾 有时甚至相敬如宾 真是天大的讽刺 赵荀深吸了一口小院内独有的清新气息 这里摆满了兰花 这花是他的最爱 这个贵为王妃 但连向国相妓女都不如的女子 一生中只有两次出城机会 每次出城都去看那片芦苇荡 春看嫩芦绿芽香醋 秋看老芦风起如飞雪 裴南伟裴南伟 只是名字中带了一个伟字 便喜欢去看那最无趣乏味 最飘零柔弱的芦苇吗 被世子殿下赵荀小猫小狗一般养在院中的女子 自打第一天进来就被拨去了名字 赵荀当然喜欢她养殖暖玉一般的身体 抱在怀中便有冬暖夏凉的韵味 但真正打心眼痴迷癫狂的是她的神态 向此刻赵荀见到她之后毕恭毕敬的说 荀儿请安来了 她仅是端着架子轻轻冷哼一声 赵荀的骨头立马就轻了几两 太香了 赵荀露出一脸的宁笑骂道 婊子养的裴南伟 让你跟本世子装清高 然后二话不说就冲上去 撕碎她那与裴南伟如出一折的衣裳 抱去内宅大床上狠狠的鞭挞 云雨过后 赵荀恢复常态 躺在床上眯眼享受着韦王妃的柔念 她遗憾的说 皮肤与身段还是差了一点 平时说话 嗓音已经可以几乎乱真 可一旦到了床上 终归还是美中不足 下次注意些 若下次灵性 你还是这般露馅儿 坐于床上的女子用鼻音交腻的恩了一声 两番欢愉的肢体交缠之后 赵荀披露一件外袍 静止躺在房外沿下的檀木地板上 安静的望着一串无风不动的风铃 此时的静安王世子 倒真像是个温良公子 与世无争 与人无害 气质如雅 韦王妃敦跪在赵荀身边 陪着这位疯子一起看风铃 其实赵荀安静不语时 是一个相当惹人亲近的年轻男子 他见他愣愣出神 才有机会去打量那张 据说与静安王有几分神似的俊美的脸口 赵荀盯着由一串碎玉片子穿成的雅致风铃 柔声笑道 好看吗 他这辈子是不会看我一眼 他连我父王都瞧不上眼 更别说我这个连世心网替都没有的世子 静安王世子闭上眼睛 咪喊着说 真羡慕那些百姓人家呀 赵荀走了 临走前扇了他一记耳光 理由是眼下偷看了他那几眼 一边脸颊红肿的韦王妃 小心翼翼的躺在世子躺过的地方 并无丝毫的记恨 只是与他一样仰头望着风铃 风起铃响空铃悦耳 他目然起身 望向一位不知何时坐在栏杆上的老人 眼神里充满了发自肺腑的敬畏 他被静安王世子惊为天人 出入小院时 没少被皮鞭抽打过 稍有不对就被耳光伺候 到了床上更是被百般的凌辱 但这些他都不怕 甚至啊 在不少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抱着那位世子殿下 会听他哽咽 会有一种哀伤 唯独眼前这个从不动粗的老者 让他惧怕到了骨子里头 这些年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老人轻声问道 你喜欢上这只生于王侯家的可怜虫了 伟王妃扑伏在地上郊躯颤抖 老人轻轻的淡笑 无妨 那赵寻也不是蠢货 你若不付出一点真心 他迟早会玩腻你的 跪在地上的他终于能够喘过气来 抬头一脸不解的望向 对他而言是半仙半魔的老者 说他神仙 是因为他算无一策 几乎照寻每一步都在老人预料之中 可越是这样 他便觉得越是恐怖精俊 他原本明明能学着呢 陪王妃学得更像 但老人却不许 只让他每一次表现得更娴熟一点忌口 这会儿再想 他终于明白 若是一开始便尽善尽美 静安王世子便不乐意经常到这来了 老人这份拿捏人心的功夫 是不是炉火春青了呀 怎样的人物才会如此处心积虑的去算计一位藩王呢 老人望向那串岁玉风铃 是他让这韦王妃挂上去的 果然照寻十分喜欢 超乎想象的喜欢 老人轻声笑道 上下左右我中空 不管东南西北风 一律为人说般诺 叮叮咚咚咚 叮咚咚 韦王妃不敢说话 这老人起声道 你和那可怜池儿的运气好与不好 就看今日了 可惜你们瞧不见 老人副手离去时留下一句话 以后见诸雷霆震怒的静安王 只管拼死替赵荀说好话 兴许可保你一命 韦王妃一脸目染 风在启铃在响 叮叮咚咚叮叮咚 没有了出臣意味 只有满满的杀气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王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武当山上热闹了 因为呀 来了个王八蛋 这混账家伙来自龙虎山也就忍了 竟然还跟众望所归 做了长教的年轻师叔组大打出手 怎么着 被打了吧 山上十数座公关大小 道士都在议论这个 上了年纪的要相对忧心忡忡 那斯毕竟是武平上的小旅祖 是龙虎山三位小天师之一的齐仙侠 一身出臣见到修为那可不是吹的 辈分小的那帮道童呢 就忍不住开始跳脚骂娘了 恨不得卷起绣管子 去跟那位暂时住在大莲花丰逐炉中的小旅祖拼命 小道士们终究没见识到 齐仙侠扶尘坐舰 披子竹的仙人气魄 其实山上也就是齐牛的掌教在一旁看着 本意呢 是搭把手帮个忙进亲地主之仪 奈何小天师不领情 当时殿外一战 年轻掌教一手夺扶尘 随后齐仙侠的剑气 便让一座真武大地雕像都摇晃半天 一株千年老张都被小旅祖整个的盗拔而出 若非年轻掌教随手拎了支千金的香炉挡了几下 一身崭新盗袍 那就得废了 几位掌教的师兄都温风而来 在门外看得是兴致高涨 一点都不心疼呢 老张被拔香炉被损 只差呀 没摇旗呐喊 焦头接耳只顾着评点 交手双方的招式高低 逐炉前呢 齐仙侠坐在一张青铺团上呼吸吐纳 不远处呢 一个年轻道士手里抓了把草啊 在喂牛 喂牛的小道士啊 有些难为情的说 小道的那几位师兄的确不太像话 高手风范不如你们龙虎山的天师傅 师兄们习惯了看我出球 见谅啊 齐仙侠实在懒得理睬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 这奇牛长大的年轻道士 呵呵笑着说 你真打算在龙虎山住下呀 挂在太虚宫大羹角飞檐下的驴族古剑 你真想要拿去好了 我当没看见 反正我打小就觉得那柄剑太可怜 有人用它那最好 齐仙侠睁眼怒目说道 吕祖遗物 岂可儿戏 这年轻师叔祖无奈的说 那你总找我打架 那也不是个事啊 齐仙侠冷笑道 总要分出一个胜负 我才能下山 年轻师叔祖拍了拍大青牛的脊背 小声嘀咕着说 气量还不如徐凤年呢 齐仙侠身前白尾浮尘猛然一跳 红喜相哭着脸说 我怕了你了啊 你们龙虎山尾石不像是修道人 哪来这么多的争胜心呢 齐仙侠继笑着说 你们武当若没有争胜心 为何在山下立起玄武当兴的牌坊 红喜相笑着说 瞧着有气势呗 吕祖的莫宝多稀恨啊 齐仙侠冷哼一声 与这道士正儿八经说理啊 实在是对牛谈琴了 这红喜相呢 小声的说 穴道虚骄 彻骨贫 囊中只有五三文 这可是吕祖留下的警示名言 再瞧瞧你们龙虎山 黄三甲当年便笑话你们 该是囊中只有千万文才对呢 这齐仙侠听到这话反倒不怒不弃了 江湖上与庙堂间 每隔一段时日啊 都会流传出一些有趣的口头禅 往往是文人爆粗口 是莽夫文邹邹 最为胜动 这黄龙氏这句 嘲讽天师傅修道不修心的调侃 是一例 这回北梁王徐霄进京面圣 散朝后啊 在殿外痛欧三品大员就大骂了一句 说你这次要不是裤裆多了一只鸟 胸口少了两坨肉 就真是个娘们 尚阴学宫啊 这一任大祭九 则有一句传遍天下的名言 是他年轻时候调侃一位江南前辈大儒的 啊 说好吃不过饺子 好玩不过嫂子 空洞派曾经有一位见识 当初啊 与武林同道一起围剿魔头 临敌前呢 心生俱异 万般无奈就找了一个十分蹩脚的借口说 刚听说媳妇怀孕 我先回了 是令人捧风 这红喜相啊 牵着大青牛 临行前说 你住便住下 说不定以后啊 能与我一同下山 有个伴 我胆子也能大点 走出去几步 这位长教转身厚颜笑道 哎 你别那么小气啊 跟我说说 胡亭俊的事呗 齐仙侠伸手要去抓马尾浮尘 红喜向骑上牛 跑路了 不够言笑的 齐仙侠竟然嘴角勾起 瞬间没了剑拔弩张 这便是武当啊 认你是谁 来了都会和气 和气生仙气 却说两禅寺 两位女子登山 一路上和和尚们都打招呼 一些个定力不好的小和尚都要背对着方丈 向一个小姑娘啊 做鬼脸偷笑 小姑娘啊 则不爱搭理 光头啊 光头 漫山遍野都是光头 那谁爱看呢 娘 你就让我下山吧 在山上总对着爹河奔南北两颗大光头 多无聊 闺女啊 光头多好啊 晚上都不用点灯 娘 不许逗我笑 都不淑女了 哪里是说笑啊 娘在苦口婆心的跟你说大道理呢 要不以娘的花容月貌 会看得上你爹 娘 山下女子可比你好看多了 真不知道爹为什么要跟你过日子 四丫头 没娘能有你 还有 你摸一摸自己胸脯说句良心话 娘会不好看 闺女啊 当你大些 就会明白 只要在一个男人心中好看 你就是天下最好看的姑娘了 啊 可徐凤年说我长得一般呢 完了 闺女可真是长大了 娘很欣慰呢 闺女 娘真不好看 不行 在下山一趟还得买些胭脂水粉 多补脸上一些 那就好看了 娘 你又去乱花钱 爹肯定要跟奔南北去蹲墙角唠叨去了 他们一起唠叨可烦了 让他们叨叨去 哪天不叨叨了才不好 这娘脸啊 似乎挺俗气 亏得各自身后爱慕着他们两个的光头是那般的佛气 却说呢 相凡城外三十里 那一片广阔无垠生机勃勃的芦苇荡 不知为何今日没了生气 中央地带一名富贵公子哥 坐在了芦苇荡中天拨开净的牌坊上 脚下是四尊福将红甲 东北站着一位其貌不扬装下汉般的壮年男子 腰间缠绕了一捆金黄色的软剑 据说呀 天下有个连续两届武兵第十一的高手 什么刀枪棍剑月质勾插 躺连朔棒边剪锤 抓十八般武艺是样样精通 如是道三角九流是门门射链 他呀 太聪明博杂了 以至于不知选择何种衬手的兵器 最后便只好弄了一柄软剑 真气灌注后可刀可枪可剑 西南 一名青山客双手扛着一只竹竿 缓缓醒来 轴然间马蹄声响起 芦苇荡中万千飞鸟掠起 一手调教出伪王妃与李双甲的老人 与芦苇荡边缘的捕鱼人家 要了一壶粗烈的米酒 瞇着眼睛他喝了口酒自言自语的说 真是个死人的好地方啊 芦苇择水而居大醋大骗 很容易啊成贪成糖 相反城外这一个芦苇荡本来啊 见不着秋炉飞雪的场景 自从靖安王妃钟情以后啊 原本一到秋季就来砍折芦苇荡柴烧 或者做纸浆的相反百姓 便自动没了踪影 索性那位啊 陪王妃菩萨心肠 每年都要补贴附近村民一些银两 加上有他大驾光临 使得城中好事的世子文人 给芦苇荡评点出诸如啊 千莫尾香和绿湖问鱼的景点 天波开净的牌坊 便是前两年呢 由一位书法大家辉豪写下 一来二去 趁着给富人们摇鲁赏景的机会 赚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银子 不过陪王妃一般呢 只是踏春过后啊 踏秋冠卢雪 今年显然呢 要来的略早了一些 她出城排场了一职极小 除了两名贴身的女币 便只有啊 一小队青庄卸甲的王府侍卫 靖安王赵衡这些年治理相凡 卓有成效 爱民如子 口碑极好 加上远近闻名 这位藩王一心虔诚的信奉佛道 因此王妃出城 从来不听说有碰到过凡心事 有坦畅官道 踏如一条小道 便是繁茂成林的卢伟大 王妃以往几年赏景 千篇一律的下车后 就让侍卫远远跟着 后者也不敢打扰王妃情质雅趣 加上芦苇比人高 起码能做到让王妃眼不见心不烦 这一次却奇怪了 不仅来早了 王妃到岔路口时 仍是没有下车 车厢内啊 在府内试试亲力亲为的陪王妃 亲自点燃一尊呢 檀香小炉 跪姿而坐 臀部垫在双腿上 无形中挤压出一个饱满的弧线 车内两名婢女 哪怕同为女子 瞧见了这幅情景都会心动 尤其王妃那一头 柔美异常的三千青丝 贴身女婢们 梳理时轻轻握在手中 皆忍不住要由衷的赞美几句 而性子温和的王妃呀 都会望向青铜镜中的自己 柔柔笑着 婢女偶尔为毒书毒疲乏了的王妃 清洗那双白脸玉足时 更会心动感慨这王妃实在是太美了 裴王妃手上拿着一封信 是出府前静安王赵恒交给他的 说最好啊 在芦苇荡边上亲手转交给那名北梁王世子 若非如此 他不会这么早来这片芦苇荡 裴王妃拎着那风口都没用心封好的 这封信封似乎在犹豫 是否抽出信件呢 对于静安王赵恒 世上啊 没有谁比他更懂了 他什么话都不说透 什么事都不做绝 留下来啊 给别人去猜 对谁都如此 世子殿下赵荀 乖僻性格 便是被他这位父亲硬生生给逼住来的 至于赵荀那些有为人伦的隐蔽眼神 出于女性的直觉 早已不是懵懂少女的裴王妃 岂会不知啊 那孩子多半是恨他多一些 虽说当年进入静安王府 并没有争强道胜的心思 但当时的郑王妃 也就是赵荀的生母 不知为何就病死了 这笔账 不管裴南伟如何心安理得 都得记在他的头上 故而这些年面对赵荀不合 规矩礼仪的复杂眼神 都不曾说破 也从未出声训斥 更没有在静安王面前 有任何搬弄唇舌 赵衡极重养生 等到静安王死后 由赵荀世袭爵位 怎么都是二十来年之后的事 想必那时候 暗律降爵为静安侯的赵荀 也不至于对人老朱皇的自己 心生想法 裴南伟除了手上密信 脚边还摆有一只 装有念珠的弹盒 他极喜欢弹盒上的雕饰 盒子呀没打开过 因为他知道 越是自己在意的东西 赵衡便越憎恶 何况这弹盒还是赵衡眼中盯颂的 他怕一旦打开 被他得知 那念珠与弹盒就都没了 裴王妃柔声道 你们下去看看 北梁王世子殿下是否禁了 这两位连王妃一日三餐吃了什么 都要与静安王书信如实禀报的婢女 告退一声 便姗姗提群下车 裴王妃双指撵出密信 是静安王的亲笔 上边啊 就四个字 送直千里 雪中汗刀行第八十四回 话说裴王妃打开静安王的亲笔信 上边就四个字 送直千里 裴王妃皱了皱眉 寓意宋军千里终须一别 就不亲自相送了 裴王妃摇了摇头 似乎自觉着对这五个字不得要领 赵衡当年呢 宫伟夺权失败后 虽然在如今王朝内最顶尖的一波庙堂权贵中评价不高 甚至被异姓王徐霄和几大德士藩王大家嘲讽 但他却知道 他仍是一个极有野心的汉子 无一日不想重返那座城 那座宫 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藩王 是次赵群被打 却亲自登门请罪 已是天大的忍耐 真是要破罐子破摔 再度自贬身份给一个后辈抒发一番离别情谊 裴南伟没来由想起出府时他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撵珠微笑时说的那句话 夫妻缘分一场已替你祈福百万句 本王问心无愧 裴南伟将密信放回信封内低头看了一眼谈和 拨开帘子看到婢女们还在道路上翘手以待那名世子 下意识伸手去抚摸谈和 刚刚触及便像被火烫了一般猛然的缩回 这位王妃心生懊恼 赌气般狠狠的抓起谈和 砸在车厢内壁上 谈和坠地 滚落出一串古朴念珠 裴南伟不信佛法 更不信黄老学说 只是出身名门士族 这些年在静安王府啊 自然也是见多识广 对这一串中原美誉太子的婆罗子连结而成的满意 一见钟情 女子善变呢 才丢了谈和这会儿又满目连袭的拾起念珠 靠着车臂握住一根象牙白色的圆润太子 裴南伟扬手痴痴地望着 在世人看来啊 他贵为王妃 青州是他的 相反是他的 窗外卢尾荡是他的 都说是他的 可实情如何 就如市井百姓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庙堂公围里的勾心斗角 这些其实都不是他的 裴南伟想起了年幼时的无忧无虑 想起了初入王府的风光显赫 想起了当年郑王妃那张森冷的面孔 想起了赵寻从赵衡里学来的阴沉 想起了寿阳湖湖湖畔客栈出门时那一下的荒诞 当他听到马蹄声轰鸣 他终于想起了那封密信 记起了靖安王那临别如同一副晚帘的赠言 裴南伟悚然也惊 尸首丢掉了念珠脸色像是一片秋季凄凉的雪白芦苇 这哪里是宋军千里啊 分明是一宋到黄泉 却说那个年轻人横卧在天波开静的排放顶端的横栏上 微风起轻轻吹拂着他的鬓角发丝 真是闲情一致 他自认是一个很乐观的年轻人 从不怨天尤人 幼年与娘亲孤苦相依 受尽了白眼 他病逝枯瘦如女鬼时 他才九岁 娘亲临死前说了许多他当时听不懂的话 大意是生下他并不后悔 更不记恨那个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 后来他亲手挖坟下葬了死不瞑目的娘亲 他虽小却也懂得 他是记忆着能最后见那人一眼 哪怕一眼也好 可惜没有 当他在枯肿坟营上 想着怎么才能不被饿死的时候 出现了一名说话歼声细语的魁梧男子 嗓音与身形截然相反 穿了一身他从未见过的富贵衣衫 瞧着是好看至极 可总让人觉得呀 是披了一件华贵的人皮 小小年纪的他就觉得 是见着吃人的恶鬼了 可那名男子只是牵起他的手 说要带他回家 家 娘都没了 家在哪啊 然后他被带进了一座墙很高的城 透过车帘子看傻眼了 下了马车后 一路上都没有与他说话的家伙 牵着他仿佛走过了无数道城门 终于走到了一座湖 湖边上 站着一个怎么看自己都跟他很像的男子 一身金黄爬满了蛇 后来呀 他终于知道那不是蛇 是龙 而那名见面后没说任何话 没露出任何表情的男子身上穿着的 叫龙袍 再以后 他便有了两个便宜师傅 除了带着他回家的那个家伙 另外一个是不太爱笑的老和尚 前者呀 脾气极好 在湖边初看到那穿着一身爬满正颖黄蛇的男人呢 当场他就吓哭了 那个日后成为自己大师傅的家伙 领着他回去时啊 就蹲下去轻声说 别怕 长大以后 记忆中姓韩的大师傅不管自己如何调皮捣蛋 都只对着自己笑 好似除了笑 他便不会做任何事情似的 可那个大道没有编辑的家里 所有人见到大师傅都会怕得要死 十二岁那年中秋 自己偷偷啊 去爬那五英殿去赏月 被抓了去差点砍头 是大师傅跪在那个男子面前给他求情 他才知道大师傅不只会笑 天天被人跪拜的他也会给人下跪 那以后就再没人拦着他去爬大殿了 五英殿 宝和殿 文华殿 随便爬 二师傅脾气可就差了很多了 总有数不完的鸡毛胆子 与他说佛法 说输了要被打 明明说赢了也要挨揍 倒是有一次趁着二师傅发呆 摸了一下他光头 二师傅却没生气 其实早在集馆之前 真相便以水落石柱 只不过他不愿意去争这争那 何况争起来也未必争得来 生父是那人又如何呀 在那个人人皆是貌合神离的家里 实在是呆腻味了 加上与随珠那个顽皮丫头实在不对眼 三天两头的打架对吗 干脆跑到上阴学宫去逍遥快活 世间女子 她只喜欢长得一般却十分耐看的 她的娘亲便是如此 即使病入膏肓不那么好看了 可那眼神依然让她觉得最亲密 终于有机会去金眼 见一见那名声最大脾气最差的姑娘 翻墙入了小楼 果真就一见次来 后来不得已约定当胡时局 输了便输了 谁规定男子一定要胜过女子啊 她就很乐意这辈子专门服侍 自个儿的娘子 把她呀服侍得舒舒服服的 一生一世幸福安稳 没半点波澜才好 可惜呀 每次偷偷去她那给鸡鸭喂食都逃不过一顿剑气凌人的驱赶 她也不计较 自家媳妇嘛 与相公耍点小心眼 小脾气 那可不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这个乐天向上的年轻人脚下站着四尊 福将红甲 水甲已经被一位冲出江湖的老剑神破去 心疼归心疼 可念在老剑神是在给自己的小舅子卖命 他也就忍了 甚至啊 不介意留下一句水甲福甲 既然 以人质易尽 就得开始办正事了 这趟偷跑出学宫 最主要的是给靖安王赵衡送去一句口信 约门意思就是 世袭网替本来就没你照横啥事 但只要你肯出力呀 北梁的那份就给你了 靖安王是大大的聪明人呢 以前魄力不够 这回呀 学聪明了 一出手就是大手笔 年轻人坐起身 双脚挂在牌坊上 眺望过去 看见了官道上扬起的尘土 笑道 小轿子 可别怪你未来姐夫不仗义 要知道这块地儿 风水那是极好的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名青山客由西南而来 肩上扛着一根瘦竹竿 扛了一会儿便拿下竹竿去拨芦苇 嘴上念叨着一只香土气息颇浓的小曲 我体搭网寻闪来哟 见着姑娘一桶压窄去呀 他反复的哼唱了几遍 期间呢还蹦跳两下 没忘记想见着的景象 百无聊赖之下 重新扛回竹竿 头也不转的问 江上李纯刚那一杆子 你说我硬挡挡得住呗 没有回答 他也不气馁 继续自顾自的说 当时以为老剑神呢 破而后立 一举踏足陆地神仙境界 出了五平才知道 那只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凑巧 也没什么了不得 我与你初中之时 我一剑加上你一剑 也都各自摸到了剑线的门槛 这番与老前辈交战 你说胜负有几分呢 没有配剑 只有竹竿的青山游侠儿 身后依然是气静无声 或者说只有漫无边际的风吹芦苇的乌叶声 生生入耳 正是这名青寿的青山客 在鬼门关口一杆挑翻了大船 脚下一夜小舟 潇洒而来潇洒而去 在消息灵通的五连中 已经被津津乐道许久 老剑神才刚付出 吴家新剑冠 便偏然前往挑战 怎么看都是噱头十足 底层江湖侠士与陆林好汉 只是在震撼这名新剑冠 一路难行的所向披靡 有心人呢 却已在打探 到底是何方神圣才有资格做五六鼎的剑士 奈何吴家剑种是个消息滴水不漏的古怪地方 一直得不出个所以然 只依稀得知啊 这一辈剑冠五六鼎的近身剑士 比起上一辈还要出类拔萃 成为剑种的剑士 对剑主忠心耿耿不许多说 注定要一生不是二主 所有剑士啊 都是自幼辩辈老辈枯剑士 按照天分高低 简选给吴家嫡系后辈 剑主与剑士一同成长 一起练剑物剑挑剑 剑种每一代都有几十对剑主剑士 唯有成为剑冠的剑士 才可以代表吴家剑种行走江湖 新剑冠的实力毋庸置疑 笼罩着一股悲情意味的剑士的实力 更是惹人好奇啊 加上这座不知埋葬了多少剑道天才的坟地 向来有剑士实力超过剑主的传统 天晓的吴六鼎身边的神秘剑士 是修习的何种霸道剑术 因此那些不待见剑种 自是一家独大为我独尊的潜在势力 不是在确保万无一失的前提下 都要好好掂领掂领 不敢去轻易的炼其锋芒 剑主修王道剑 剑士习霸道剑 是剑种祖宗刻在剑碑上成文的规矩 论杀人剑术 天底下可没有比得上吴家剑士的了 这青山吴六鼎感慨道 咱们两个真是绝配呀 我小时候死活不肯与我爷爷去学那外王内圣 总觉着以老祖宗的天赋只是得了这肃王的称号 无法在我剑道上去称王 那我学什么王道剑呢 还不如与姑姑一样练入室的霸道剑来的威风 你呢 误打误装 倒是打破了兽与王道剑 连爷爷那柄肃王都被你从剑山上替我取了回来 我入室练入室剑 你除室剑却得陪着我入室 可委屈你了 靖安王说 姑姑的大梁龙却在那个人手上 我可以不去管那些个庙堂百合的阴谋 但那把剑不管如何我都要替你拿来 吴六鼎身后终于出现了一道修长身影 背负着异柄不出俏意 是剑印凛然的常见 他与吴六鼎一般身穿文式青衫 容貌平平 棱角格外分明 眉宇间有一股沙发的阴气 古剑名肃王 天下名剑第二 力压剑种历代所葬的十六万之剑 应该并非木芒的卑剑女子 却始终闭着眼睛往前走 清风拂面 吹得他一头只是红绳粗略的扎了个马尾的发丝 肆意的飘散 扛着竹竿的吴六鼎 转身嬉皮笑脸的说 翠华啊 为何明知你长得不算好看 可我就是喜欢你呢 剑剑闭目缓行的年轻女子一本正经的回答 大概是你喜欢吃我做的涮菜 怕没有涮菜吃才喜欢我的 他从小在吴家剑种便是出了名的不善言辞 除了练剑还是练剑 除此唯一的兴趣就是做酸菜 吴六鼎年幼时啊 便很馋嘴 这个一馋就馋了这么多年 他出身贫寒 被带入吴家剑种前呢 是村野人家的闺女 大概由于从前的记忆仅剩酸菜味道了 入了天下学见人心目中的圣地便尝试着去做酸菜 至于味道好不好 没有对比 自然也就没有答案 反正青梅竹马长大 准确说是青梅逐渐长大的吴六鼎 一直吃着也没吃烦 他一点刻板的回答 兴许在外人耳中听着是荒诞不惊 吴六鼎却听得很用心 并且啊正耳八经的去思索这个问题 脆花的酸菜啊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美味的玩意儿吗 况且脆花不提借 而是很认真的去做酸菜的时候 不大好看的 他总是显得要更好看一些 脆花啊 今日我若是死在那李纯刚的手中 以后每年清明啊 就别记久了 我不大爱喝 你给我呀 整一大盆子酸菜就行了 那 剑士侍奉剑主 临阵破敌时啊 不准出手帮忙 更没有为剑主报仇的规矩 只有藏剑守坟的习俗 吴家老祖宗当年立下这条铁律 怕的就是后背有所倚仗 而耽误了孤身求道的精纯剑心 脆花啊 酸菜就只能用白菜吗 俺子会用白菜盐 那换换口味呗 咱能到了南方了呀 这吴六鼎流着口水一脸期待 你难道不应该想着如何去破解李纯刚的两袖青蛇吗 这剑种这一辈子的剑士鬼手周眉青春问 的确有些不像话了 且不说呀 是大战将起的紧要关头 便是寻常时分 一位吴家剑冠与剑士似乎也不应该聊这些酸白菜的话题啊 你好歹聊点什么玄妙灵犀的剑道改悟 说些个让天下剑士一听就拜服崇敬的言语啊 想着活下来才能吃到酸菜 就比较有斗志 也不用去想 我使得素网剑会不会心生愧疚啊 那李纯刚的两袖青蛇也好 邓太鹅的那个桃花枝也罢 不曾剑术剑意 终归呀都在剑道范畴 这天底下真就没有比吴家更懂剑的敌方了 吴六鼎轻声笑道 双手搭在那竹竿子上 眯着眼睛望向芦苇小道的尽头 却说腰间缠绕着一捆黄金软件的庄稼汉子 与吴六鼎恰好对角 由东北往中而走 这名皮肤油黑 有如香野农夫的汉子 神情木讷 微微低头 怀中啊 有一处凸起 似乎有一个木盒形状的物件 正是这东西让他来到香凡城 当年香凡是十年熬战 对一心学武的他来说啊 并无对错 哪怕是王明阳死在了钓鱼台上 他也不会去与人徒徐潇计较什么 他不是没有试图去劝书王明阳离开香凡 甚至对其说过 你便是守城胜了 东南半壁大厦将清一己之力能如何呀 可那人不听 最终只是以香凡二十万血肉之躯 成全了一人的冥界 这等惨绝人寰的暴力行径 与那对敌的人徒何意呀 是谁更有道德一些呢 听闻最后惨烈结局的他 当时正在北马 并未奔赴北梁寻仇 只是说了一句 不许徐家人再入相反 他说到做到 何况那靖安王找恒 还交付给他那只装有 王明阳掩朱子的盒子 他只是一名武夫 两大藩王的恩怨 他不想去掺和 但既然北梁王的儿子 敢来相反 他就要履行当年的诺言 因为 王明阳 是他的 兄长 雪中汉刀刑 第八十五回 两名女婢 颠了半天的脚跟 终于瞧见了 那个恶名如雷贯耳的 北梁王世子 他并没有舒舒服服的 待在车厢内 只是与一名先锋盗国的 老道人乘马而来 他们纳闷啊 这位世子殿下就不怕吃灰尘吗 纵使马术再好 终归是颠簸难耐 哪里有坐在车里边惬意啊 他们小跑回王妃所在的马车 说那世子殿下到了 陪王妃缓缓的下马 一手攥起那封 只有寥寥数次的密信 一手握着满意念珠 脸色如常 她依然是那个 在忠明鼎时王侯高墙内 都难演出彩气质的 大富贵女子 亭亭玉立的站在车旁 望着那个不知 是可恨还是可笑 或是可怜的后背登徒子 缓缓接近 不知为何呀 她手心都渗出了汗水 徐凤年早瞧见了 芦苇荡口子上的车队 离这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呢 肃荣轻声问道 魏爷爷 陶木剑都用上了 够不够用啊 这两日不见踪影的 九斗米老道是魏书阳 扶摸着胡须 他微笑着说 陶木三十六 剑阵已经准备妥当 徐凤年点了点头 楚求二说湘凡 王明阳的弟弟也来了 我就不明白 当年湘凡整整十年攻守战 他不曾帮手 为何今日来凑热闹啊 良心发现了 魏书阳神情凝重起来 他叹息一声摇头说 老道 这就不敢妄言了 这只啊 此人的无道修为极其深厚 否则 也不至于接连两次登上武平 连续二十年 作乱的天下第十一号高手 外行看热闹 觉得这名号可笑 老道真是半点都笑不出来呀 徐凤年不握马将 双手按住袖东春雷 眯着眼睛 望着被靖安王府侍卫护着的 两名俏丽的女婢 若说那姓王的第十一 来城外待客 属于情理之外的意料之中 那在路上便已听闻出城消息的 裴王妃就有些莫名其妙了 靖安王照恒这老乌龟疯了不成吗 要把身为王妃的她放在 这几乎可以称作必死之地的卢伟大 要引军入问可以理解 可需要付出这般惨重的代价吗 好歹也是一位比御人还要娇媚的郑王妃 或者说赵恒已经为了士气网替 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 这徐凤年男男的说 暂时已知的有第十一和四具福将红甲 赵恒还有哪些后手啊 既然连裴南伟都肯等同一颗弃子 那必定就不只是这般客气了 怎的 事后就说本世子对出城赏景的靖安王妃图谋不轨 故意一路尾随 玷污了王妃 接着靖安王冲关一怒魏红颜 这个说法会不会太儿戏了呀 再者赵恒真有把握 在这儿就把我一击毙命了 还是说这位藩王斗不过取消 斗一斗我是胜前在握的事情了 徐凤年对魏淑阳轻声说 让宁峨眉与凤子营快马跟上来 不需要拉开半里路的距离 跟他说明白 准备死战 老道魏淑阳立即策马折回 徐凤年已经清晰可见靖安王府两名女币的交好容颜 他放缓速度 与马车并驾齐驱 伸手扣了扣车臂 江泥掀开帘子 一脸狐疑 徐凤年说 你与老前辈说一声啊 天下第十一的王明寅来了 副将红甲也来了 还说不定啊 暗中还有不弱的高手呢 江泥面无表情的答应了一声 你小心点 别下车啊 今天呢 不太适合你看笑话 说完这一句 徐凤年这才加了甲马赋 在吕前堂杨清风书修三名护从的贴身护送下 快马前行 于又微出城时 就被安排与江泥李纯刚同乘一车 徐凤年看到好似孤苦伶丁站在芦苇荡前的陪王妃后 没有急于下马磕头 他双手按刀 只是高坐于骏马之上 无言俯视 两名女婢 虽说惊讶于这名北梁王世子的英俊潇洒 但见他竟然居傲的坐在马上一言不发 其中一名跟在王妃身边声势不输王府寻常管家的女婢 怒目斥责道 被梁王世子见到王妃为何不下马 徐凤年一笑置之 只是盯着那名胭脂瓶排名比相反李双甲还要高的大美人 他没有见过那位白玉狮子滚绣球的铭记 但确定 世间任何一个男人 在王妃裴南伟和声色双甲的李白狮中选择 哪怕后者的容颜更胜一筹 都会选择与裴南伟共度春宵 黎阳王朝的六大藩王的郑王妃 可不是那些个王国兵妃可以媲美的 恐怕唯有王国皇帝的皇后 在诱惑程度上可以与之一较高下 徐凤年希望从他眼中看出一些什么 可惜没有看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甚至瞧不出他是否知道自己已经身陷危局 而这般狠辣布局的恰好就是他身后那位静安王 徐凤年越发好奇了 没有耐心和心情与眼前女子打讥讽说谜语 他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 你不跑 马下抬头的静安王妃平静的反问 能跑到哪儿去 徐凤年讥讽笑道 躲一躲也好啊 裴王妃淡然说 静安王要交给你一封信 世子大可放心 信上没脆读 因为我也看过 徐凤年只是伸出秀东 王妃也不气恼他无礼 把那封信呢放在刀身上 徐凤年抽出信之后看了眼内容 呵呵 静安王叔这是要送我到黄泉路上的意思呀 裴南伟笑道 世子好重的心机 这么多年 果真是在装糊涂给糊涂人看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徐凤年松开秀东 伸出那只右手 他笑眯眯的说 舒不舒服 啊 一直气态雍容华贵的裴王妃 仗红了脸 咬着嘴唇一字一字的沉胜道 徐凤年 你果然该死 徐凤年坐在马上 不去看这位怒急的静安王妃 只是望向卢伟大 平静的说 王妃请放心 本世子死之前不会忘了拉上你 到了黄泉路上 好好啊 也教教你这张小嘴如何来侍奉男人 照寻想做但不敢做不能做的事情 本世子可以 听闻徐凤年羞辱在青州只在一人之下的静安王妃 两名女婢与王府侍卫 勃然大怒 裴南伟虽说与静安王相处的方式奇怪 可在外人眼中那的的确确确是相敬如病 是帝王喉门里罕见的恩爱夫妻 府中下人听惯了有关于北梁王世子的说法 可大多都是些个上不了台面的荒诞举止和顽固行径 众人感到滑稽可笑 多过忌惮畏惧 再者 这静安王在这青州的相反 那可不是地头蛇呀 而是一条名正言顺的黄袍的地头龙 当下侍卫便抽刀侍卫 一名性子泼辣的女婢护主与妖宫心切 更是怒斥一声直呼徐凤年的名字 熟了徐凤年只是低头望着那寥寥数字的密信 眼角撇了一下裴王妃手上的满意念珠 这正主没动静 不代表身后起名北梁鹰犬护从事瞎的笼子 冬月旅前堂满脸凝笑 驱马上前他巨剑劈头砍下 不等虚张声势的静安王府侍卫反迎过来 一剑便将那名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婢斜披掉头颅 那脑袋掉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 鲜血与尘土已经混杂在了一起 尤其是那女婢俏立脸庞上 游自保持着鲜活的震惊的神情 在旁人眼中触目惊惊 不仅静安王府护卫愣了一愣 便是裴南伟都给吓了一跳 手上架枝连成的念珠烫手一般掉在地上 再不敢去捡起来 吕前堂当着静安王妃的面杀人后 趁势前出 杨清风与书修不敢落后 一瞬间便将裴南伟除外的所有人 一通的砍瓜切菜了 其中一名侍卫更是被吕前堂连人带剑 劈成了两斤 裴南伟转过头蹲在地上干熬起来 徐凤年看到几名静安王府侍卫如此不堪一击 他皱眉问 这几个护卫怎么这般不及时啊 静安王赵横生怕你死不了 裴南伟却只顾着呕吐 实在无法想象高高在上的王妃也会有这一不雅的画面 真不知道赵军若是瞧见 还会那么身陷其中不可自拔吗 徐凤年按刀下马 走到裴南伟的身边 蹲下去温柔的拍着静安王妃的后背 轻声问 可知道赵横的后续安排啊 身体颤抖的裴南伟背对着徐凤年 拿袖口子抹了抹嘴 他冷笑着说 便是知道为何要说与你听 静安王赵横如何待我 那是家事 徐凤年 你算是什么东西 别以为三言两语就能让我对你言听计从 赵横再冷血 总好过你这等混账 徐凤年轻扶着裴王妃妙不可言的后背曲线 看似在占便宜 但实则呀 面无表情心如止水 语气倒是柔和 他带着笑意的说 你难道不想活着回去做那静安王妃吗 裴南伟 你要知道 我真要死也肯定要拉上你陪葬 否则岂不是便宜了那对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父子 不妨告诉你 这趟万一真被赵横算计成功 赵寻 他就能士气网替了 即便呢 你能从我刀下狗活 回去不是更要提心吊胆吗 裴王妃呀 你真愿意被赵寻这种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吗 裴王妃缓缓站起身来 亮枪了一下 徐凤年想要伸手去搀扶 结果被他憎恶的狠狠的甩开手 徐凤年也不生气 只是弯腰捡起那一串遗落的满意念珠 以他的泼皮无赖性格 连那一方被江泥丢入湖底的红泥火焰都能够重新捡回来 那么重新捡回一串满意就在情理之中了呀 徐凤年抬头望向绿意茂盛的卢伟大 他开始在心中盘算 靖安王赵衡这头老狐狸啊 那边四具福将洪甲人 不管是否属于赵衡的势力范围 那肯定势敌非有 唯一区别在于是否会与王明寅配合出境 不出意外 赵衡马上就会动用藩王虎服务 调动八百以上的铁骑兵甲 从相反东郊大营直奔卢尾当而来 好在两虎相斗得出结果以前 这只兵马还不至于插手 毕竟多达八百人 靖安王赵衡也不敢保证会不会有眼线 现在已是螳螂捕蝉的大好局面 如果再被人暗中黄雀在后 那可就真得不偿失了 相信以赵衡的心性 自信能够在芦苇当中绞杀自己 徐凤年神情有些凝重 且不说魏淑阳在内的四位护从 身后还有大几宁峨眉率领的一百北梁铁骑 更由老剑神李淳刚坐镇 双方名面上的棋子博弈角力 按照常理推测 天下第八的李淳刚 对阵第十一的王明寅 魏淑阳等人与宁峨眉一百清纪 对阵四具浮将红甲 怎么计算都是迎面居多呀 当然了 赵衡肯定还有后手 可自己身边还有青鸟 与一批隐蔽于暗处的北梁死士 赵衡何来的信心要在此地送自己到黄泉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衡中文王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不知何时裴王妃脱下了鞋 提在手中 白袜子踩在地面上 痴痴望着绿尾眼映的那条泥泞小径 每逢冷秋季节 她都会驱散侍卫不顾身份的走这条泥路 路上会有密密麻麻的褐色小尖锥 那是倒入地面 压入泥土的芦苇尖头 脱了鞋走在路上 刺痛绞心 她全身呢肌肤胜血 每一次一个来回 脚底板都会鲜血淋漓 可裴南伟偏偏喜欢这种自残肌肤的行径 她更喜欢独自躺在小舟中 任由漫天秋炉飞雪扑盖在身上 要不干脆一刀捅死这娘们算了 徐凤年面露杀机 我管你是谁啊 静安王妃又如何 便是宫里头的娘娘挡在路上 该杀人时徐凤年也会毫不犹豫 一刀将其毙命 这世道命有贵贱之分 可天底下有谁的命比自己隔的命还值钱呢 正当徐凤年行刺着给裴南伟一个痛快 顺便给赵恒一个大不痛快之时 小镜上走来了一男一女 都很年轻 在这种时刻显得格外意气风发 这年轻男子肩膀上扛着一根竹竿 身后十步距离跟着一个附件的清秀女子 双眼紧闭冷冷清清的气态 率先出现的竟然不是第十一个 这名无配件的年轻人不看徐凤年 他笑眯眯的望向马车 朗声道 我说 李老剑神啊 吴家小辈吴六鼎 今日携肃王剑而来 只求一战 话音刚落 剑冠两侧芦尾 无风而狂舞 衬托着这名未来剑道扛顶的人物 神仙出尘 无形剑气瞬间弥漫天地间 裴南伟身形不稳 徐凤年一手抄出秀东扶住他 另一只手抬起 将俯冲而下的一只神俊非凡的清白毛笋架在了壁上 转身对魏树阳等人说道 你们随毛笋入炉为荡 拖出扶向轰甲 徐凤年轻抬震壁 毛笋再度冲入云霄 看到徐凤年投过来的眼神 九斗米老道是魏书阳 悄悄点头 率先掠入卢伟大 天下道门除去内外丹两大派 更有许多各有神通的知系 其中以驱鬼请神的俘虏派方式为首 还有精通奇门遁甲的布镇术士 此镇非军旅布镇 而是以人力借助天师地利 堪称化腐朽为神奇 传言顶尖术士可以洒斗成兵 皇宫大内倾天见礼的道士 则大多擅长的是 官象旺弃 探究地外 被预作是在经纬上做学问的相识 魏书阳武道修为不算出众 否则呀 当初听朝庭外也不至于被白发老魁一刀击落 但老道却是一名鲸鱼布镇的术士 那伏将弘甲再刚猛无敌 终归还是隶属于道门神兵一类 魏书阳的三十六天罡陶木剑阵便有奇效 何况徐凤年这些日子耗费心神 去钻研的水甲上的俘虏云文颇有心得 那些蕴含道门斩磨威力的陶木剑自然能够有的放尸 再者呀 道教先贤祖师爷更名言 鲁尾志成的猥琐可作辟邪灵器 九斗米道中自古便有玄猥琐以驱凶鬼的法术 而且别忘了 书修本身就是南疆巫宗出身 杨清风啊 当日雨中小道一战之后 更被世子殿下要求早做准备 赵恒你既然能请来见惯吴六鼎来打头阵 那本世子便用占了先天优势的魏爷爷死人 去破解那五行缺水的伏将红甲 徐凤年拿秀东拍了拍裴王妃的戏腰 他惊声道 王妃啊 不想死的话 随我后撤 裴王妃默不作声 不忍去看地上的残枝断壁 跟着徐凤年远离那对悍然较震的男女 他自然知晓 这心狠手辣的浪荡子身边 有一位名动天下的老剑神护驾 既然来者胆敢以剑比剑 想必无论如何不会是无名小卒 当他看到徐凤年后撤时 始终是面对着那对男女 不肯将后背交出 心中泛起冷笑 这家伙真是人徒徐霄的儿子 这般的胆小怕事 此时徐凤年缓行后退 恰好与陪王妃面面相聚 看他一脸讥笑厌恶的表情 猜出他不加掩饰的心思 怎么着 觉着我怕死啊 王妃 你若真的视死如归 又如何愿意跟着我后撤呀 你大可以留在原处啊 任由剑气把你大卸八块 这死相确实是丑了点 有些配不上王妃你的高贵身份 马车上传来了一阵皮懒的嗓音 徐小子 老夫今日可要再度借剑才行 徐凤年没好气的喊 借借借吧借吧 本世子恨不得借你一百件一千件呢 裴南北一脸错愕 这混账好歹也是北梁王世子 实在是太没有英雄气概 你连做个镇定的样子 假装大将风度你都不会吗 这徐凤年也顾不上裴王妃这娘们了 遥望了一眼吴六鼎身后的副剑女子 肃王剑 乖乖 那可是天下名剑排在第二的绝世神兵了 据姑姑赵玉台说呀 肃王乃是这代剑种家主的称号与配剑的名字 怎么就跑到这娘们手里了 吴六鼎胜了吴家剑主 不太应该啊 要知道隐居在厅朝廷顶楼的师父李毅山 曾是上代文武平与将相平的评点者之一 也说起过一些秘文 文武平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对龙虎山两禅寺以及吴家剑种等几个地方的世外高人 一律不考虑入榜 一半呢是出于敬意 一半呢是出于顾虑 这些分不清是老神仙还是老怪物的家伙 脾气难测 像当年那道法剑术皆是当之无愧事件第一的齐玄正 一剑伏尽天下魔可明言不可凭他上班 那谁敢忤逆啊 可吴六鼎既然以剑冠的身份出了吴家剑种 若是赢了肃王才出山 应该可以排入十大高手才对 难不成胜了肃王的不是吴六鼎 而是那名女子的剑士吗 徐凤年望向那女子 不料她仿佛有所感应睁眼瞧过来 徐凤年心神一震仍然笑了笑 那女子却重新闭上眼睛 似乎是看清了徐凤年的本事 尽量不屑一顾 徐凤年不以为意 对拿了一柄好剑的青鸟抛了个眼神 示意借剑给老剑神 青鸟手中这柄剑虽说也可吹毛断发 但是比起吕前堂手中赤霞要略逊一筹 就更别提那子坛剑侠中的大梁龙雀了 原本呢 这徐凤年还有些担忧 但当青鸟把剑抛入空中 离老头身形冲出车厢 大笑着握住剑靶朝吴六鼎当空飞去 徐凤年立即静下心来 老剑神位列天下第八 第八这个排名真的很低吗 天底下提剑的剑士号称百万重 那微微然立于百万人之上的 不就只有这杨皮球老头与那邓太阿两人 谁又敢说 李纯刚重返巅峰后会止步于第八呀 老剑神 财灵空如蛟龙而去 一名庄家汉子便从颅尾档中穿梭而出 说道 实则借桃炉一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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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